叶少阳等人面面相许 家主 右军跟后卿结盟 那他们真的是一点生路都没了 本来一个后卿的不好对付 再加上右军和实力同样不凡的赤月卢沙而认 他们真正是四路一条 没有一点的希望 晚上 后卿的声音再度响了起来 没有你 我一样可以对付他们 叶少阳一干人心里长出了一口气 随着后卿的拒绝 叶少阳感觉到 他们三方现在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 自己跟后卿自然不用说 水火不容 右军跟自己 一个代表太阴山 一个代表人间法师 这两个阵营从来都是水火不容 自然也没有合作的可能 后卿跟右军 也是非有即敌的关系 眼下更是没了合作的可能 叶少阳突然就想到了四个字 三足鼎立 转头朝着鬼车看去 右军和他两个手下没有一点动向 大概是短时间之内不会动手 叶少阳想了一下 望着鬼车的方向说道 右军 咱们谈个交易怎么样 你想说什么 赤月罗莎问道 叶少阳也不理他 继续望着鬼车里的人影说道 右军 我想你们来这里 不光是为了逼迫师王屈服吧 你们难道 不想救出冷遇 他可是你们的圣女 这也是叶少阳刚刚想到的 后卿突然来到天启山 怕也是为了救冷遇而来 赤月罗莎一听就明白了 冷笑道 叶少阳 你算本倒得可以啊 不过 你也不怕这么做 辱莫里尼祖上和法术界的名上 跟太阴山合作 亏你想得出来 叶少阳原本懒得理他 继续望着鬼车 说下去 鬼车里响起了右军的声音 我们合作 一起灭了后卿 天启山交给你 然后我们争夺冷遇 你觉得如何 李青听到这 咕弄了一声说道 你们三个 都是争这个女人呢 我真想看看 她长什么样子 到底哪里好 叶少阳有点无语了 但仔细想 还真是这么回事 你死了 我一样可以找到圣女 后卿沉默了半天 蹦出这句话来 隔山观虎斗 这右军倒是会打算盘 叶少阳沉吟着 还想说一些话来着 突然又是一阵地地动山摇 后卿所在的那块巨大的岩石 突然崩裂开来 众人转头看去 立刻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一只体积巨大的凶手 从缝隙中跳了出来 落在山顶上 长长的身体 看上去像是一条巨蛇 通体成黄色 硕大的一颗脑袋上 长着一颗毒眼 嘴巴像鞋底子似的 裂到了两边 口中喷吐着 新红色的石器 顺着山风 蜿蜒地快速爬下来 上半身攻起来 俯瞰着叶少阳一感人 这是后卿 后卿是一条蛇 叶少阳一感人面面相许 就在这个时候 大蛇猛然张开了嘴 嘴巴里边 竟然含着一个人 后卿 后卿坐在大蛇的口中 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 目光锁定在了 叶少阳的身上 淡淡地说道 你本有机会杀死我的 但是现在 机会已经没了 叶少阳昂头看着他说 九英死了 你现在只有一条命了 后卿微微一笑 目光抬起 落在鬼车上 望着佑军模糊的身影 说道 你们都觉得 我师祖好欺负 佑军 落在鬼域 我不是你对手 但这是天骑善 你们既然来了 就别想回去了 说完 大蛇的嘴巴合上 尾巴一甩 砸在身上 呼的 刹时间 半个山峰都陷落下去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坑雪 一股浓绿色的瘴气 从坑里缓缓地升起来 形成了一团魔鬼云 接着 从这团瘴气之中 涌出了一圈圈的僵尸 朝着捉鬼联盟所在的位置 冲了过来 还有一些飞在天上的飞僵 层层叠叠 纷支塌来 整个场面 用铺天盖地这个词来形容 绝不为过 原来 天骑善的尸巢 在山的中间 老郭恍然大悟地探到 怪不得 后卿敢跟友军搅拌 杀了他们 一个不留 后卿的声音 从大蛇的口中传出 郭师兄 你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多好 千万要小心哪 老郭死下找了一眼 说道 放心吧 根本没人管我的 我们自己当心 叶少阳回头 看了眼太阴山的三个人 这三个人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也没有任何表示 看上去 不像是要动手的样子 他们三个 想要坐山观胡斗 暂时肯定不会出手 不用提防他们 很简单的道理 在右军的眼中 他们是一群 可以利用的力量 一来 可以消耗失足的兵力 二来 也可以探探后卿的底细 他才不会杀到 去帮助后卿 退一步说 假如自己能够 打败后卿 并且将瑞朗鱼救出来 右军也有自信 能将瑞朗鱼 从自己身边带走 也就是说 就算自己打败后卿 还有太阴山 这三个强者在等着 尤其是右军 乃是太阴山的三号人物 实力之强 肯定不在后卿之下 这次既然亲自来到了天启山 肯定是做足了准备 自己要直面他 真的没什么胜算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也是叶少阳始料未及的 今天这件事 已经没有办法好好收场了 叶少阳填了填嘴唇说道 开战之前 要不要喝一碗鸡汤打打气啊 别了 撸起袖子就是干 四宝望着山上那条大蛇 一脸兴奋地说道 少阳 这大蛇是他的灵山所画 他的本尊 就是口中他自己的形象 只要灭了他的本尊 大蛇就不用对付了 小九分析道 叶少阳点了点头说 老规矩 我主公 你们寻找机会 然后对着小九说道 你该拿出真本事来了 小九什么也没说 原地转了一个圈 一道强大的腰气 从体内散发出来 身体在其中迅速暴涨 转眼之间 就变成了一头脊脏高的巨兽 九尾天虎的真身 雪白的皮毛表面 仿佛覆盖着一道红色的腰气 盛气逼人 毕竟对小九本来就不熟悉 看到眼前这一幕 本能地往后缩了缩 小九吹起脑袋 偏头看着一双羊 两只眼睛中 立即闪动